Hello,大家好,Channel 昨天開交通諮詢委員會 交通事務局公布澳門大橋至10月初起 通車至今的交通流量變化 顯示大橋對周邊交通的分流作用 已經漸見成效 他指原本由新城A區經友宜橋 枉坦仔的交通量大幅減少93% 當然不會再繞出友宜橋 肯定A區的車就行澳門大橋 他們說車輛基本轉移至澳門大橋通行 而友宜橋10月至今晚間高峰相向 平均每小時交通量較9月減少10% 澳門往枉仔方向晚間高峰 每小時交通量減少大約15% 交局就說自澳門大橋開通之後 友宜橋的交通事故亦相應減少 交通事務局就說澳門大橋現時仍然熟開通初期 駕駛人士需要熟集大橋周邊的路網和出入口 交通流量還未算穩定 他們說會留意兩條橋周邊路網的交通情況 適時優化調整細節 路牌真的要繼續不斷優化才行 分流了一成的交通量 有網民就說 這麼給面子老闆呀 有一成的交通量 不過過多兩個半月 要用什麼呢 量詞去形容呢 發財巴可能就是那一成 有網民就說 覺得友宜橋真的少了車行 說之前好怕行友宜橋 現在鬆了點 少了點大車行 不過也有人說 只是同一條路塞的位置不同 北安整了幾盞紅綠燈 解到更塞車 東方明珠仍然在ICU裏面 有可能住在坎仔的居民說 除非去港珠澳大橋口岸那邊 否則就不會用這條橋 因為要經A區 有人說 大部分車都在港珠澳口岸出來或進去 A區整個都是地盤 車輛由坎仔去關口 當然行這條新的澳門大橋 交局應該走去評估 澳門東方明珠那裡 轉入去A區的車輛 少了多少 才是市民關心的重點 有網民就說 用了50億起這條橋 才分流到一成 似乎不是很值 不過公道點說 現在時間上早 A區仍然是一個大地盤 未有居民居住 將來如果越來越多居民 搬進去住的時候 分流量應該會多一點 重點就是說 如果有儀橋的交通事故 數量少了 其實都是好事來的 老實說 起條橋 起碼用一百幾十年 大家可以先用 好過搞很多活動的時候 很多錢浪費了 起條橋還可以用 好 好 這集就到這裡 看到這張照片之前 記得訂閱吧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